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佛教的人生观 如果我们学了佛法 了解了十二因缘 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以后 你再来转头看一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以及我人立身处世的态度 这就有了一个准则 用佛性 用阿赖耶时 用业力 用因果等等诸立场 来衡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这个才是佛教的人生观 首先 我们要与因果的立场来看人生 因果具足应说是因缘果报 这个是宇宙万有生灭变异的一个基本法则 这个法则的特点呢 是果由因生 世代里成 所造之因必有所结之果 所结之果也必有所造之因 所谓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这在因果法则上是丝毫不爽的 人生的因果呢 有善恶两面 众善因或善果 众恶因得恶报 因果呢 通于三世 有因必将有果 我们现在的境遇美满 不必愁出满志 我们现在的境遇困苦 也不要怨天尤人 由于过去是你中了善因 所以使我们现在境遇美满 如果你现在不继续中善因 未来呢 你必然困苦 由于过去的恶因 使我们现在境遇困苦 现在如果能够努力向善 未来的境遇呢 也必将改善 所谓见因之果 明乎此对于我们立身处事的态度 就可以思过半矣 其次呢 我们要以业力的立场来看人生 世界的美丑 人生的苦乐 都由众生的业力所感 前者呢 是由于众生的共业 后者呢 由于个人的别业 所谓业力 也就是过去行为的一个结果 我们人呢 有牲口一三业 这三业可以为善 也可以为恶 为恶者 意念上的贪欲 称慧 邪见 行为上的杀生 偷盗 邪淫 语言上的妄言 其语 两舌恶口 如果是为善者呢 意念上就有不敬观 慈悲观 因缘观 行为上就会放生 不失 敬行 语言上呢 就说诚实语 致之语 柔软语 合敬语 而这些善恶之夜 也就在我人 一念之间的差别 所以如何净化我们的意识 创造我们未来生命的环境 这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努力的目标 再三呢 我们要以阿赖耶什的立场来看人生 阿赖耶什是生命的根本 万法的本源 它是本性与妄心的合合体 含有静燃两面 在无始以来 它在六道中生灭相续 永无止境 它的本体 虽然因为污染而长在六道 但若净化 就可以超灯圣域 由此来看呢 我们知道了 肉体的躯壳 虽然短暂渺小 幻化不实 但我们生命的本体 却可以永恒存在 所以人生的价值 不在目前肉体上感官的享乐 而在永恒生命本体的净化 净化本体的方法呢 就要以佛法上的六度来做 分别是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和般若 由这六度呢 来净化我们心时上的六臂 分别是千滩 毁饭 称慧 放逸 散乱和愚痴 这六个弊净除了 我们生命的本体 就可以恢复本来的明朗 你就获得了永恒的解脱 最后一个呢 要以佛性的立场来看人生 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本性 原来是万德万能 与佛无二无别 只因为一念无名 被烦恼习气缠腹 所以轮回六道 沉沦苦海 虽然如此 但我们的佛性 始终没有过损减 人人都可以成佛 所以佛经上说 众生是未觉佛 佛是已觉的众生 我们具有佛性 未来终将成佛 那么生命的价值是多么崇高呢 我们怎么可以自暴自弃 轻视自己呢 孟子说 摇一人也 顺一人也 有为者当如是 佛经上说 笔记丈夫我一耳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性得人身 性闻佛法 适应如何的努力为善 以洗出本性上的无名烦恼 发扬本具的德能光辉 以期还我本来面目 达于觉者佛的境界 这个才是我们人生价值 最高的目标体现 佛教的人生观是积极的 是乐观的 是创造的人生观 他要我们建阴之果 避恶驱善 净化生命的本性 发扬人性的光辉 如果人人能够如此 那么娑婆国土 也就会转发成 极乐世界了 我是鱼雷 再会 鱼雷作品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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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算家 阿弥陀佛 彣 闻 资 将阿弥陀佛 佛